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老杨的心宛如跌进了谷底一般 刹车失灵了 即便老杨在上路前不断反复地检查了一遍大车的车狂 可是上路的大车依旧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缺陷 缺陷来源有两点 一是此次运载的货物超重 二是因为此次的路途是个长达18.47公里的长下坡 货物超重质量所带来的惯性 再加上长下坡一直得踩刹车来保持速度的原因 致使刹车的电子阀直接失灵 此刻拍摄纪录片的摄影室双手也显得有些颤抖了 后方老杨的同伴更是直接蹲在了座位上 保持着一个随时准备跳车的姿势 普通大车的侧翻所带来的后果 想必大家都再清楚不过了 更何况这个大车所运载的货物无比庞大 一旦侧翻 恐怕坚实无比的高速公路都会被砸出一个大坑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右侧映入眼帘的自救孤岛 让老杨的内心略微地松了一口气 自救孤岛陡坡上面厚厚的石子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减速作用 老杨立马转动方向盘 让刹车失灵的大型货车朝着自救孤岛的方向逝去 即便孤岛近在眼前 老杨依旧没有放弃依靠降导来减速地操作 11年老司机的经验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货车终究是在自救孤岛面前停了下来 车上的三人总算了获救了 其实 老杨此次运载的超重货物并非是违法的 反而是合法的 事情回到老杨接单之前 此次的老杨接到了一个大单子 运送一根无法拆卸的超重钢架构 老杨在接到单之后并不能马上上高速 而是要等到大见证下来 大见证是中国为了运送一些超重货物 而特批的合法的运送证件 在等待期间 老杨总算是有时间陪伴刚满两周岁的双胞胎女儿了 老杨推着小车 脸上洋溢的笑容 却是比冬日的暖羊还要让人温暖 在陪伴女儿的期间 家里的温馨 非但没有让老杨的心舒展开来 反而因为大见证没有下来 老杨的心一直掉在嗓子口 老杨之所以从事危险的大车工作 就是为了获取其给予的丰厚报酬 而大见证一日没有下来 就意味着老杨一日没有收入 这让老杨又怎么敢沉溺于 妻子与女儿所给予的温柔相呢 几日后 大见证终于是下来了 老杨不敢再有片刻的耽搁 立马前往高速路口 同一道前往的搭档会合 与小车不同的是 大货车出车前的准备工作繁琐细致 行程越长 路况越复杂 货车的刹车系统越不能出错 大货车的刹车 需要通过水来降温 一旦连续地下坡 刹车容易因高温而失离 老杨和搭档都不敢怠慢 检查及大车的老杨 比家中照顾女儿的神情 要更加细腻几分 毕竟刹车一旦失离 老杨面对的将会是死神的降临 老杨等人此次的目的是云南原家 据合肥2200公里 通常出车两到三天便可抵达 但是此次运送的货物特殊 老杨保守估算 即便是经验兼程 路上也需要四到五天 公司为了让老杨路上有个照应 便安排另一辆车与老杨同行 两辆车都是第一次运送大驾 大家心底里都有些忐忑 就在出发前夕 老杨同伴的车在高速路口遇到了麻烦 车上运载货物的重量 和通行证上面所写的重量并不一样 这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抄中便意味着重量不能减免 老杨的同伴要多交超线货物重量的金额 整整七张红彤彤的钞票 便因为老杨同伴的一个不在意 随风飘走了 虽然不是发生在老杨身上 但也给老杨提了一个刑 老杨拿出大见证 询问工作人员 要是因为自己一个没注意 把路线跑错了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大见证上的优惠失效了 工作人员点头 一旦跑错了路线 所产生的费用 将老杨独自承担 种种严格的规定 都是因为此次运送货物的特殊 老杨等人此次运送的 是两根无法拆分的桥梁上旋杆 未来将被装在云南 通往老窝的桥梁上 他们运达的那一刻 意味着桥梁开始正式合楼 到了第四天后 越靠近目的地 老杨越是开始警惕 山路也随之逐渐增多了起来 加上高山所带来的雾气 老杨等人将车座渐渐放缓 为了精神更好的集中 老杨和同伴轮流交换着开 此次的行程 因为有了盛世的加入 不觉得长途枯燥 反而是同摄影师盘谈了枪 说起了自己过往行车的种种显途 前西南是司机们心中最大的畏惧 这里的高山陡坡数不胜数 弯道岔路更是不见其数 老杨不放心刚入行的同伴 坚持自己开 路上老杨同摄影师说道 超载的货物自己也是头一次开 即便有十一年驾龄做保底 自己的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坦荡 木载降临 一行人讨论该不该继续赶路 前锋山路颇多 其中上下坡 定然也是随之增多 再有一点 他们唯恐走的路线 与大正见上的不吻合 一旦走错了路线 所产生的费用将他们独自承担 这可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再次商定之后 他们还是决定今晚先做休整 等到天亮再出发 进入云南山区之后 天气也随之复杂了起来 时段拾去的手机信号 更是无时无刻 不再牵动着老杨等人的神经 即便是在搭档开车之时 老杨依旧会在后方注意着 生怕新手搭档 出现什么差错 前方的长下坡数量聚增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 老杨和同伴再次下车 检查了一遍车框 检查物之后 众人又再次出发 就在下坡的途中 老杨突然感觉到了 车框的不正常 车里的水箱 水喷的有点少了 刹车变得重了起来 停不住了 停不住了 老杨侧头说道 随后老杨拼命地降低着档位 以此来降低车速 老杨作为一个老司机 自然不只有 这一个减速手段而已 当下 老杨驾驶着卡车 使轮胎不断地 同减速带摩擦 希望凭借此举 来降低卡车的车速 好在右侧 突然出现了减速带 让老杨等人 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老杨最终还是凭借 自己多年的经验 让卡车在进入 自救扎岛前 停了下来 待到卡车停稳之后 老杨等人立马下车 给轮胎讲问 在经文途中 老杨还特地嘱咐认识 不要到轮胎边上去 因为此刻的轮胎过热了 随时可能会发生保障 老杨等人也只能小心地 给轮沽泼水降温 降温完毕之后 老杨再次检查了车况 发现问题 出在给刹车片降温的 电子发门怀了 刹车因高温而失灵 现场也找不到 合适的修理工具 老杨只能靠手动 来调整刹车了 待到所有一切都修认完毕之后 老杨等人继续开始 低速上路 虽然刚才那一步非常的可怕 少有不慎 便会落得个身手易出的下场 可惜为了生活 老杨等人依旧还是得选择上路 也许 这便是成年人的无奈吧 夜里十二点 两辆车最终都是到达了目的地 就等明早的交接工作了 老杨和搭搭 也总算是吃上了第一口热乎饭 虽然在吃着饭 但是老杨依旧同摄影师 回忆起了惊人的凶险 要是没有那个避险车道的出现 恐怕惊人会落得一个 车毁人忙的下场 即便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 但是现在想起来 依旧让老杨这个老司机 后怕不已 老杨吃完饭后 同家里的妻子通了个电话 即便今日发生之事 凶险异常 老杨依旧对家里是报喜不报忧 也许 这便是家里顶梁柱的担当吧 上午后终于是安全交接了 老杨等人的使命也算是结束了 不过老杨并没有就此离去 而是登上了原江特达桥的施工现场 他想要亲眼目睹一下 这一根被自己亲手送过去的 罗斯丁安家的地方 原江特达桥 是中老铁路的重大一环 拥有世界同类桥梁最高墩 带着桥梁简称之后 昆明至老窝万象 一望实现朝发夕之的极锁 老杨站在大桥上 看着远处壮阔的景象 内心显得有些欣喜与激动 毕竟 自己也给这座大桥 出过一点小小的贡献了 本次的纪录片到这里就完结了 这一次摄影师与大车的同行景象 让我们看到了大车司机师傅的不意 他们虽然每次所获得的报酬非常丰厚 但是哪一次出车 他们不是把脑袋 别在困扬带上的 遥远的路途 即便行过千百次的老司机 也不敢断言此行 一帆风水 如果有 那也是他为了打消他人担心疑虑的话语罢了 路上所遭遇的森罗万象 即便是一场小小的暴雨 都可能让大车连同司机 一通覆灭 可惜 他们都是为了生活而上路 如果有的选择 他们又岂会选择高危的大车司机一只呢 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不能像娃娃一样 碰到自己不喜欢不想做的就放弃 即便是死亡近在眼前 他们也得硬着头皮上岗 也许 这便是成年人的无奈吧 此番纪录片也告诉我们 万一碰到了高速路上不刹车的大车 千万不要再谩骂了 也许 他的刹车换了 此刻的他正在经历生死的考验 你的一句无心谩骂 万一落在了他的耳中 恐怕会成为压垮他心性的最后一根刀草